老爷 不耗了 外面赖了人 说是要着你 慌慌张张的 天塌了吗 在这南洋的地界 谁还敢找本王的麻烦不成 怎么了 话音刚落 门外就传来一阵声响 锦衣卫总指挥田尔庚见过唐王 今日来的匆忙 若有打扰 还请唐王见谅 本王乃是皇室宗亲 而等如此行事 就不怕本王去找陛下告你们 陛下口谕 唐王还是跪着听 比较合适 朕听闻唐王诸朔皇无辜软禁其世子世孙 如此行事和禽兽有何区别 传出去岂不是让百姓笑话 说我老朱家无德 朱朔皇即刻退让唐王之位传与世子朱气盛 再令朱玉剑入京 晋国子剑复学 至于老唐王你就带着你那小妾和那树初也一并搬来京城居住吧 朕会在京城给你准备个小宅子养老 若不服可随意来皇宫找朕 钦辞 去京城养老 说得好听 这不就是软禁吗 我关我自己儿子 关你朱有俭什么事 算起来老子可是你长辈 你安敢如此对我 陛下为何如此 还有这是我家里的事情 陛下不应该插手 竟然还要剥夺我唐王的位置 他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长辈 就不怕我去太祖的画像面前告他吗 怎么 唐王是要抗旨不成 陛下虽然不太好插手长辈家的事 但别忘了他是皇帝 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代表了皇家的脸面 如此违背伦理 你有考虑过陛下的感受吗 陛下说了 希望老唐王不要自悟 如果老老实实将位置传给世子 那一切都还好说 要是不然我等就只能动墙了 本王不同意 本王要去京城见皇上 他不能这么对我 既然老唐王不愿意 那就只能得罪了 来人 备好马车请老唐王入京 还有把这些家眷也都带走 其余人 跟我去请新唐王坐镇府中 尘等是谁 是我爹让你们来的吗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何自己的亲爹就如此容不下我 陈田尔庚见过唐王 我等奉陛下令前来处理皇家事务 你的事情陛下已经知道了 你爹现在已经被押往京都 这辈子都不会再回南洋一地 从今天起 你便是新的唐王 陛下希望你能好生做事 不可欺压百姓 对了 陛下还决定让你儿子入国子见 若是学业有成 后续可入朝为官 陛下知道我的事情 还把我爹给弄走了 你们不会是在骗我吧 这事你不用管 反正从今日起 你便是唐王了 看你这样子是生了病 我爹他生病已久 爷爷他并不打算救治 放心 你爹现在是唐王了 等回了唐王府 立刻就会有人来医治 来人啊 准备马车 送唐王入府 入京后一切要小心 多听陛下的话 万不可一气用事 也不要强出头 京城不比南洋 那里面鱼龙混杂 也不知道陛下到底招你有何事 如果可以爹真想替你入京 爹 你安心养身子便是 京城那边儿子我自然会小心 放心吧 我们和陛下可是一家人 他不会害我的 罢了罢了 是当爹的没用 田大人 还请你多关照 我这儿子从未出过这么远的门 有什么不礼貌的地方 请你在陛下面前多美言几句 朱某在这有礼了 不错 你现在可是唐王 是大明的王爷 我不过是陛下的鹰犬 可当不起你这大礼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安全将你这宝贝儿子送入宫中 陛下 人已经带到了 就是老唐王一直嚷嚷地要见你 这几日可是把礼部的官员给吵得不行 暂时不用管他 先把朱玉剑接到拼店中来 这几日你多多住一些城内军队中的官员 尤其是武城兵马司还有京营 没有我的调令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调遣军队 是 陈尊之 饺子不错 比朱有解纳憨憨好上不少 他第一次见咱直接吓晕了去 您是太祖 这阿飘虽然长得和太祖话像一模一样 但也没听说过太祖醒来致事啊 除了我还能有谁 饺子今年多大了 可知咱叫你入京所为何事 后辈朱玉剑见过太祖 回太祖话 我已经二十有一了 至于太祖为何找我 我不知 别太紧张 太祖很好说话的 你家的事情就是太祖告诉的我 已经到门口的朱有解 抠了抠脸走了进来 这刚来就听见太祖在说他的黑历史 多少事有点尴尬 唐王世子朱玉剑见过陛下 不用如此 按辈分你比我大 起来吧 不用这么拘说 来给你介绍下 这位便是大名的太祖爷 你不需要知道他是怎么醒来的 反正太祖自己也不清楚 你只需要清楚 太祖不会害我等后代就行 真是太祖啊 还能怎么醒的 不就是被你们这些奇葩给气醒的 行了 别废话了 说正是吧 刚刚不是问你 知不知道叫你来干啥 咱现在就告诉你 从现在起 你就是这大名皇帝的备胎 如果你侄子被那些文官给打了 那你就得顶上替他坐这个位置 太祖 您就这么把备胎二字给拖出来了 不太好吧 你懂个锤子 先讲清楚 免得后面出问题 怎么你也想学 那位永乐大帝 给自家儿子来一句 世子多病 如当勉力之 呃 如何 你对这备胎可有意见 咱这人做事喜欢明明白白 按理来说咱的确不应该告诉一个王爷 有机会当皇帝 但如今朝廷内动荡不安 那些文官们已经是铁了心 要先我们老朱家的摊子了 如果你眼前这侄子真被搞死 那宫里可就彻底乱了 所以选个备胎 对于目前的局势来说就很重要了 要是你侄子没了 你就得顶上去 太祖 所以选我的人是您 我实在没想到竟然能够入太祖您的眼 这还真是让人意外 至于这皇位 太祖放心便是 我个人其实真没什么想法 我这一辈子就只想当个闲散王爷 太祖若是不放心 我这段时间便住在宫里 但凡我和那些叛乱文官有联络的迹象 太祖尽管拿我便是 侄子也不想把事闹成这样 但实在是情况紧急 那些文官压根没有给我太多的时间 不过你放心 我会给锦衣卫东西厂同时下令 只要这次我出了意外 他们便会直接听命于你 只是有句话你的记住 待你登机后 须得听从太祖的话行事 这京城的水很深 你一个新人是铁定把控不住的 我听着怎么这么吓人啊 太祖 我其实也没啥能力 要不你看再换一个城堡 躲得掉吗 那些文官是打算彻底掀了 咱老朱家的摊子 他们打算让那达子入关 顶替我们家成立新潮 到那时候你们这些王爷 失去了朱家皇室身份的庇护 还能干啥 指望达子继续养着你们吗 他们好大的胆子 那些达子也配 文官的事你不用多管 咱和你侄子会好好料理他们 现在的重点是 咱把事已经讲清楚了 你很聪明 应该懂咱的意思 皇位这东西本来和你就没什么太大关系 只是情况紧急 你作为备胎 不要抱有太大期望 但同时也得做好准备 太祖放心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 太祖若不嫌弃我才输血浅 我必然会为了大明奉献一切 如果陛下真的死于他们之手 我发誓 就算穷尽这一辈子 我也会让他们全家死光 地下要是安然无恙 我会将今日之事彻底遗忘 太祖觉得如何 合适吗 要是不行现在还有时间换 你当这是挑白菜啊 你是想要搞九个王爷来 给咱上演一出九龙夺敌吗 本就是无奈之举 搞那么多来干啥 不过看着倒是还不错 心性比你好 也比你聪明 太祖您是真的不客气啊 我还在这站着的 说话能不能考虑下我的感受 算了算了 这是太祖 我不和他计较 一个老爷子懂啥 我这叫大智若鱼 那我就可以放心大胆地 和那帮文人较量了 相信我那叔 现在都已经吓傻了 就是要让他吓着 这样即便他真的继位了 也会是这群文人 为最大的祸害 太祖 那我就先去忙事了 明日开始 我便让朱玉剑在拼店学习公务 太祖不是说他聪明吗 相信很快就能了解清楚 你也别太灰心 他聪明是聪明 但未必就有你好用 有时候太聪明 也是种负担 不过他作为一个 能把自己活活饿死的人 相信其心理承受能力 应该没那么脆弱 只要不是朱后聪 那种怂蛋就行